大家好,现在是2023年2月14日,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,首先在这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 今天护身指数总体上还是一个继续震荡的表现,只不过各大指数的表现有一些分化,截止收盘,上证指数是上涨了0.28%,创业版则是小幅下跌了0.31%,量能方面。 今天全天是成交了9100多亿,这个数字比昨天是少了600多亿。资金方面,今天北向资金是小幅净流入6个亿。 我们看到,上证指数现在是来到了3293点,已经非常接近3000点的整数位置。 目前的环境,我们只能说,对于大盘突破3000点,还是相对比较有利的。 首先上证50这边,目前从日线图上看,有初步调整结束的迹象。 今天上证指数可以红盘报收,上证50也是功不可没。 其次,今晚即将公布的美国CPI数据,大概率也会是一个不错的结果。 另外,历史上每年中国两会前的一个月,大盘也是涨多跌少。 至于大盘会不会有效突破3000点,并且站稳在3000点上方,从15分钟图的图形看。 我们建议,把券商板块指数,作为观察对象,也就是明后天的操作中。 我们可以将券商板块作为大盘是否可以突破3000点,或者是站稳3000点的一个参考指标。 但是要说明的是,这里我们不建议大家,现在去做全重大盘股和券商股。 因为从各大指数看,目前中正1000指数的表现明显要更好一点。 简单一点说,就是目前的操作总体上,还是按照震荡式的逻辑操作。 只是明后天,我们可以将券商板块作为盯盘的一个方向。 板块选择上,我们维持之前的看法不变,就是在之前活跃过的板块中,去挑选个股。 只是在操作时,要留意板块的轮动。 从这几天的情况看,轮动的节奏,似乎要比上周来的更快。 所以,操作上建议是买跌不买涨。 接着,我们看一下今天机构资金的动作。 首先是龙虎榜。 今天龙虎榜上主要获得机构资金增持的只有两家,分别是工程机械概念的语通重工,以及刺心股板块的诸程科技。 最后我们看一下今天北向资金个股情况。 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入前六名的,分别是卢州老教,山西焚酒,明德时代,中国中勉,五粮业,以及三一重工。 而今天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出超过一个亿的,只有五家,分别是大北农,恒瑞医药,东方财富,汇川技术,龙基绿能。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,我们明天再见,谢谢。